欢迎收看小鱼饮品课堂 这一堂课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啊 冬天的热卖新品 芝士黑糖可可 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 它所需要用到的原材料啊 可可粉 黑糖糖浆啊 珍珠 然后呢我们提前做好的一个奶盖啊 好了简单的原材料介绍完了啊 现在呢我们开始来制作这一款饮品 我做的呢是一个500毫升的量哦 我们呢取一个雪刻杯 在雪刻杯里面啊 放入可可粉20克 然后呢加入少量的热水啊 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以后呢 放入橙牛奶50毫升 黑糖糖浆呢25毫升啊 都加完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如果是做热的啊 我们就加入大量的热水和少量的冷水啊 到达500毫升啊 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以后呢 我们取一个出品杯啊 在杯子里面呢 放入一些啊黑糖珍珠啊 给它挂臂啊 这个黑糖珍珠呢 是我提前熬好的 大家呢想知道怎么做 可以看我以前的一个制作视频哦 挂闭完以后呢 它整体的颜值啊就变高了啊 我们把我们做好的这个可可奶茶 倒入进去8分满 然后呢 上面啊 在淋上我们提前做好的啊 知识奶盖啊就可以了 最上面呢 我们再撒上一点可可粉 给它啊 作为点缀 大家看一下 这样一杯呢 好看 以颜值又高的啊 知识黑糖可可啊 就做好了 现在呢 我们马上要过年了啊 而且呢 冬天啊 越来越冷了 这一款呢 热可可啊 绝对是非常的受欢迎 大家呢 可以作为总推卡来推荐 成本的话呢 我个人感觉 4块多至5块钱左右啊 建议卖价 12到16元都可以 好了 这一堂课呢 我就讲解到这里了 后面呢 会给大家带来啊 更多的一个奶茶新品 大家记得关注我哦 有任何不懂的 都可以给我后台下方留言哦